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理的节目 我们晚上又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这个晚安 也希望大家继续收到桑普频道 留言、赞、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提示广告 令Superfanser Function能够赞助火 感变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讲一讲关于 布林肯和习近平的会面 接着讲一讲特斯拉的马斯克 就是访问中国 就和李强在北京4月28日见面 究竟所为何事呢? 两件事当然有关系 我认为没有布林肯和习近平 开了绿灯给马斯克去中国 不会临急临忙 突然马斯克去中国访问 整件事 我们看得到美中关系有什么新的变化 这一节我和大家分析一下 布林肯去到中国 就受到冷待 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想大家知道是没有一个 任何的中共官员去送行的 让他们默默地离开 显示到中共对于 武林肯的直言 和洞贺的言辞非常生气 这个当然可以这么说 如果目的是要想换和气氛 是要取得共识 美中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美国只是说出了它的底线 这个就是目的 整个布林肯去到中国的访问 就是带出了美国的一种重要的最后通牒 是不是最后不知道 肯定是个ultimatum 是不是ultimate 我不知道 ultimatum 就是一个通牒 就是说 我先例后兵 说多一次给你们知道 红线就是这些位置 OK 哪两条重要红线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真的出遇于类似本部 不要怪我不客气 这个就是 美国 布林肯 国务卿 访问中国的 表面的意思 事实上你说 美国会不会说 就是凶狠 做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等来做呢 我会觉得他会做一点的 但是你说对决的情况 第一 是完全中共可以预期的 如果要美国采取行动 反制中共 我们稍后会讲讲这些详细的情况 反制中共 最好的方式是他不可测 你不知道突然抽你一拳 喂 我告诉你 你再这样 我就这样的了 人家完全预期消化了 就没有任何的动下效果 就突然之间说 喂 习近平 刚刚炸了你紫禁城 中南海 你整家人被我捉了 这些呢 就叫做特杂 什么叫特杂呢 不知道 不可预测 这一点呢 做政治很重要 尤其做大的 做江湖大佬呢 这一点很重要 要理什么 好像学者布林肯那样 或者一个政治政军 这个拜登那样 什么都要护难 要搞什么可以预期的情况 管控风险 这些说法呢 君子对君子可以这样说 或者对一些没有那么流氓的学生 那样说 对于狮子老虎呢 是没有可能这样说的 你以为你是全教士啊 你以为你是报道者啊 你希望把这个 那样也 就是感召他们 能够符合自己的目的 希望改造他们 改造中共 希望成为新的人 我想 不要再有这种意识了 这个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有信仰的 有信仰的人呢 不是代表说 你看到你是一个狮子老虎 我是 盼一世的一个精神的改造你 感化你 我想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目的 OK 很多时候你要知道 怎样要设置的湖南 是给美国去做的 而不是说 他用一种比较 匆匆善有的方式 否则言者遵遵 听者妙妙 这个很清晰 就是说 没可能做到的结果 好了 跟王毅外交部长 谈了五个半钟 4月26日 王小雄 公安部长又谈了一大论 去到4月27日 就是26日 我同日跟习近平见面 当然习近平坐上主席位 大家知道 彼此的分歧很严重 说了很多问题 包括 俄乌战争 中东局势 比如4月13日 伊朗射的飞弹向以色列 当然叫无人机 折击以色列 基本上大家都在怀疑 你中国不要帮拖 另外 中国的不公平竞争 贸易方面的问题 尤其 我们设置很多不必要的关税 以及 用党国补贴的方式 名义上叫做 产能过程 实际上是党国补贴 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另外就有南海问题 包括人外交 就是中共的温暖 如何冲击一些菲律宾的補级船 我们都说过这个议题 关于南海的 以规则为本的国际规则 国际秩序 和航行自由的问题 台海的问题当然都说了 就是说一中 九二共识 这些东西根本上不是重点 美国重申 它自己一中政策 而不是中共的一中原则 香港 西藏 也有这个港道 人权受侵害的问题 又是香港的自治问题 已经被剥削 新闻自由 尤其拿出来说 这些全部都是港道 但是呢 港元是不是等于做了呢 不是 我再说一次 布林肯去这个地方 不是要缓和关系 不是要和中国取得共识 而是要划定底线 底线两条 一 俄乌战争 中国正在援助俄罗斯 他说明 如果没有中国援助俄罗斯 俄罗斯对于 乌克兰的进攻 是难以继续的 换言之 一 我有证据显示 你援助俄罗斯 我都说过的了 在不同节目也都分别都说过这一点了 就是说 是 中国是包庇了俄国的军火船 是停泊在浙江省 舟山市的 阴亚船博收造厂 这个地方有卫星的影片在这里 2022年5月 美国制裁俄国商船 安格拉号 而这艘安格拉号 就在2023年8月 运送数以千计的 装有北韩军火的货柜 去到俄罗斯 今年1月 又停泊在北韩和俄罗斯的港口 接着2月9日 就停泊在周山市 所谓中国最大民营收船公司的地方 基本上是军用的地方 就是被他们停泊 换言之 这个透过AIS 这个自动识别系统 识别出来 肯定中国如果被人断正 被人捉到的话 很轻易 已经有了 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第2397号决议 第2397号决议 是那个决议限制 任何国家 联合国的成员 和北韩去贸易 现在你违反Embargo Trade sanctions 的基本原则 基本上不可以被接受 这个是严重的 同时你看到 中国给很多的 军民两用设备 给俄罗斯 用操持最严厉的情况 大骂中国 你有提供军民两用物品 给俄罗斯生产火箭弹 无人机 坦克 甚至无用 知道它用来杀人 你都这样做 证据显示 九成以上 俄罗斯进口的晶片 来自于中国 而这些晶片 是用在哪个地方呢 坦克 飞弹 飞机 另外有七成的 进口的机床 是来自于中国 这些机床 是用来 给生产弹道导弹用的 所以九成的晶片 七成的机床 全部来自中国 你不要说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给一样东西 如果你知道 就大问题了 在刑法上来说 你给刀给人 不知道它用来杀人的话 没有问题 可能它用来切菜 对不对 但是你给刀给人 明知它用来生产的话 你不能说 喂 我给刀给你 没有叫你去杀人 我给个机床 击晶片给你 没有叫你制造飞弹飞机 这些完全是荒谬的东西 主观故意 基本上都可以推定出来 而且没有合理怀疑 尤其你买这么贵的价钱给它 你不知道先期 所以就说 武林行就说 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内心 没有中国援助俄罗斯 俄罗斯对沃南的进攻难以继续 如果中国现在不再採取行动 扭砖而造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将会行动了 他说美国已经对中国 100多个实体的制裁 出口限制已经有了 准备会有更多 财政部长耶伦 已经在今个月初都说过 将有重大后果 换言之 布林行这次都说 让中国承担后果 这是第一件事 就是加大加深加多 对于中国的不同的实体制裁 和出口管制 这个当然乐见 但是我觉得 你说这个成效是否很大呢 第一有时间 第二我认为成效不大 基本上你封了一间 就开第二间 你制裁ABC 就开DEF 用DEF DEF都制裁了 不是GHI 是吧 这个是 基本的 原则共产党 是be water 是吧 第二件事 就是他要做的 就真的有用了 但美国会不会肯做呢 我也很有疑问 就叫做 断绝他金融上面的往来 尤其有些中国银行 表明是资助俄罗斯的某些企业的 断绝往来 这个地方就是说金融战 就是说断绝中国所有的银行 使用SWIFT系统 那就很有趣了 那你香港现在那些 存款在中资银行那些地方 分分钟用不到SWIFT的 那些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当然不方便的 不是说你不可以出粮的问题 那么简单 不是林郑月娥这个等级的问题 是四个大字 禁用美元 禁用美元 禁用美元你不可以匯兑 兑换美元 结果是什么呢 那你SWIFT被禁止的话 不止被禁止兑换美元 还禁止兑换所有自由世界的货币 你想想SWIFT的功能去到什么情况呢 你对不到美元 其他的国家 基本上的很多 比如欧元 日元那些都对不到 除了什么 人民币变廢子 它只可以和北韩的货币 俄罗斯的货币 敘利亚 伊朗 巴基斯坦这些货币 去做交易 那结果的话 就会相当危险 那你说SWIFT 它不止禁用美元 禁用所有 和美元可以兑换的货币 自由兑换的货币 那这个就相当严峻的问题 那当然啦 会不会出到这个重炮的话 当然 你要选敌500 选敌1000 也自选500 这件事对于 华尔街集团 深层政府 美国的工商界 也都很有损失 尤其很多美商在中国 所以他会不会出这个重炮呢 不得而知 习近平正在赌 他不会出这个重炮 OK 这个就是赌这件事 觉得你 叫做用大炮打蒼蠅 其实不是蒼蠅 老虎 你不会用大炮打我 就是用这个说法 另外 他也认为 你要去制裁 你就制裁 你就制裁 一二三四间 反正你拗痕 还有我有这么多大额 有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你就制裁第二层 和第三层的公司 第一层 就依然留下 是不是 看死你 不敢去制裁 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当然 这样的搞法 美国 在大选之前 也有个落台阶 也有个叫做上台阶 就是说 给拜登政府有机会 就是说 我凶狠的了 我制裁这些公司的了 但你制裁我就讲一次 你制裁一二三间公司 我就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逐间开到爆 你可以怎样 你每次我开了 要表现 你又要调查 要制裁有个时间 那就每次这样转进 为什么你不去制裁 所有和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公司呢 为什么你不脱勾断练呢 还去什么风险化呢 美中的贸易越来越多 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传越来越大 为什么不做一个 仇虎底抽身的解决呢 那你说 我基本上没有办法禁制他来中国做生意 加税 加税你可以做 你没有办法去禁制他在中国做生意也可以 你来中国做生意也可以 风险税 国安税 你有很多方式去处理 你这样做不行 我不会不让你做 美国是生意自由地方 给你做 但美国也有绝对的权力去收你税 收你税 收税 緊急国家权力 国家安全税 周星收的税行非常好 这个本事 中国对等反制我 我很开心 所以我说 做要凶狠 讲多是无谓的 讲再多都是无谓 好了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中国当然不开心了 中共的外交部长 外交部的司长 这个 杨涂 就在4月26日说 我们中国 没有做任何拱火 可囂游趁机如理的事 美国是对我们抹黑施压 说得很大 中俄建交75年 继续保持密切交流合作 商业贸易相当重要 中俄资金的商业贸易 不受任何干扰和限制 换言之就是说 你不要理我 我照做 我不理你 跟着普丁也预计 会在5月 访问中国 亦是他新任 其实他任了很多次 又新任六年的总统 就是首次外访 对美呢 基本上是示威 就是说中俄有铁哥搬的关系 对中国就说 你不要出卖我 总之外贴在你的地方 这个无论看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外长 这个里亚布科夫 和这个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 都有类似的说法 就是说 俄中之间会发展多领域合作 包括军事 和承受任何西方国家来的压力 当然布林肯对于这种说法 当然是痴之以鼻 而布林肯对王毅也直言不諉 他说 中国供应俄罗斯零件 为俄罗斯侵略沃兰残酷的战争 提供动力 美国深表遗憾 尤其他看到 提供什么的均纹两用物品 给俄罗斯 机械工具 微电子产品 即是晶片 消化的 即不是消化 即是消酸 那个销 石字边做一个销 消化纤维素 这些是美国的指控 当然说这些东西完全有政有据 我经常都说 由川普到白白兰时期 一大堆证据已经藏在仓库里面 随时拿出来 看回美中的地缘政治 和外交国 我们在哪个时候值得美国出手 那现在就说出这些东西了 透过各项的媒体先爆料 那之后再访问 接着产生一种最后通牒的旋风 但这个旋风 你问我是不是虚火来的呢 你问我呢 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刻 北京觉得是虚火 即是中国共产党 我不会认为布林肯会礼真地对待这件事 这条第一条红线 就是关于俄中 即是中国支援俄罗斯攻击乌亚兰 而这个指控 美国会认为 要发出一个通牒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制裁 出口管制 但中国真的没有有怕 那你制裁我 我就是把资产变去另一间公司 你继续说 没意思 你说制裁包括assignees 那我就执毁了它 开过另一间 开过另一间 之后呢 用很多方式来 做新Greenfield Company Greenfield Project 这样做 照样做得 所以你说 回避game 这个制裁 是当然 是耗费中国的成本 但不是说 事实上是客观不能的 第二件事 就是关于那个 断金 断金融的 联系的问题 就是金融战 Swift 甚至没有 禁用美元的问题 这些问题 当然是大 但美国 会不会出到一个 自选 500 选敌1000 自选500 的手段 来面对 11月5日的美国大选 尤其 唯一家集团 会不会跟你过去呢 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 中共不是看死 在这个时间 拜登政府 能够做的事 是极度有限 只能够说 根据美国的民意 七成七 都是热视中华人民共和国 CCP政权委 一个敌国的情况之下 那么 纯粹推草 你民主党 共和党 那么喜欢去骂共产党 你就骂到爆了 选举之后 看看你做了总统 才算 所以就是说 这一点是重要 那么 布林海CNN都说 美方掌握证据 中国干预美国选举 那么很多人说 中国是不是支持你拜登 当然有 但是我只是说 中国是压两注的 中国基本上 就是用分化的目的 挑动彼此之间的矛盾 一分化左派 二分化右派 三分化左派与右派 四就是说 全面的分化 社会各个阶层 不同的地方 从种种 从性别 从环保 从不同的议题 挑动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这些地方 就看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地方 就是制造两极化的世界 Polarization的世界 这个正是他现在说的 所以你看到 美国掌握很多 中国在做的事情 当然 在整个过程中 布林肯的记者会 讲到这些问题 美国会重申几点 美国捍卫盟友伙伴的利益 价值观 不会受中国的挑衅 而不做 它会防止先进技术 破卫美国的 即是先进技术 被中国利用来破卫美国的国安和经济 也重新 美国通过了 Foreign Aid Package 950亿美元 60亿美元 608亿 用来支援乌克兰 81.2亿 用来支援台湾 和其他印太国家 另外还有200多亿 是给以色列的 这个私募前例这么高 被河南 同时输入了 输出了 长程弹道导弹 和F16自然机 被河南 被它在 河南境内使用 另外也对TikTok 出示了禁令 9加3个月 就可能会全面禁止TikTok 而 这个 它的母公司 自自跳动 已经说明了 不会埋盘了 换言之就是说 你一天封杀我 封杀我 你TikTok 全部在美国的员工失业 算把数 但是一定不会卖本的了 不会卖给你的 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会卖给你的 美国公司的了 基本上已经打定 这样的主意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你会看到 美中关系当然 在短期内 起码表面上 会不断对决 而王雅也说到 负面因素仍继续上升 要求美国停止宣传 中国产能过剩率 而又清清有了五点共识 这点可以看到 中国要的 不是底线 中国要的是 要换和关系和共识 美国要的 不是换和关系和共识 他要的是 中国守底线 或一条互难 或一条底线 但中国当然不会守 中国要的 不是底线 因为他心中无底线 他要你守底线 守红线 但他心中无底线红线 他要的就是换和美中关系 做生意 外资 有共识 帮习近平 减少 政变和民变的风险 这个就是基本的原则 美其名为国家安全 党国安全 实际上就是 就是习近平的安全 而当然共产 我宣传上面的说 不讲底线 他讲伴和 讲共识 讲成果 他一方面大闹布林肯 另一方面 又说有五点共识 我告诉你 五点共识好事 中共说 布林肯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的五点共识 一 努力稳定 并发展中美关系 这个就是废话 中文废话 第二就是 保持高层及各级交往 一直都是这样的 第二 第三 欢迎对方国家的留学生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第四 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保持协商 第五 双方特市加强沟通 这些五点共识 当然废话 出国废话 那你建来做什么呢 建完王毅 王小雄 和习近平 原来和美建的时候 一无一样 那建来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没有人送你走 好行隔不送 对不对 那就是和这个国产亭零七里面 周星辞聚了 你给人家100元 人家都会 给人家吃之后 你挥手送你走 对不对 你连被人挥手送你走 都没有 对不对 不得了 接着在通报里面 有个美国四不一没有 就是不尋求什么什么 就是不会搞新冷战 那些东西 那些四不一没有 全是共产党 套人家美国总统的说话 套出来 美国从来都不会说这些东西的承诺 OK 这些只是讲一下 那但问题就是说 你将美国讲一下的东西 就是视为承诺 那很奇怪 那美国公布里面都没有 那中国重新呢 商会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全部都是垃圾 总之美国和韩国 日本和菲律宾 加强团系 也都无视于中国的这些挑衅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回 这个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后 刺激到 也都带领到 之后特斯拉的马斯克 也访问北京 4月28日 礼拜日 和李强见面 国务院总理 那么 之后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了个声明 就是特斯拉中国生产车型 符合安全要求 包括很多其他公司的 有比瓦迪 有理想 有这个路特斯 合纵新能源 委来等等的东西 那么就说 各地已陆续解除 禁行禁停的限制 就是让你这样做 那么就说 中国延出必行 会扩大市场准入 强化服务保障 互利共赢 那么就 这一点就是他这么说 喂 之前呢 特斯拉的这个特斯拉的车呢 就说呢 他的镜头拍摄到人家的泄物 说你中国这么多的东西 全部都是社会信用系统 AI你不说 你就说呢 特斯拉的车会泄物 尤其会看到呢 在车外的这种 所谓的人念讯息的情况 会看到 里面的也会做有关的分析 所以有结疑的个人资料问题 所以中国当时调查他 禁行禁停的 那么现在呢 解禁了 解禁为什么呢 那竟然就是 现在就是 习猪头和布林肯 谈完谈有关 那谈完谈之后呢 习猪头现在有求于人 那于是乎呢 那些算数 本来你就不应该 去这个 将个镜头 就是你不应该调查你的镜头 就是特斯拉的问题 你说车外人念讯息的匿名化 那今次终于承认做得好 是不是 今次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出来这样说 他说呢 就是这个默认了 不接收任何关于座仓 就是你坐在车里面的数据 基本上数据也是 就是过程的车会用到 但是不会 是不断地把传书 证明没有这个 国家安全风险 也没有这个 所谓的 个人资料泄漏风险 所以中国终于解禁了 说真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用来说 等于 中国当时对台湾的水果 一直对台湾的水果 说 你有很多问题 最近的文旦 就是那些油 就是中秋节的文旦 说真的 文旦都不是现在这个位置生产 你解禁文旦 没有即时的效益 Anyway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 屈你有农药 屈你有检疫问题 就是说 不让你台湾的文旦过来 你都屈 这个Tesla 有个人资料泄漏风险 不让他入中国 那现在终于解禁 所谓何事呢 全部都是政治 所以我就说 现在你这样 你所有的扣头生意钱 是没用的 关键的地方 就是大国 大国国力 这件事有几个重点 总结给大家听 六个重点 第一 美国是很快 是想很快 完结了澳湖的战争 我就常说 澳湖战争 你要drag the wall drag on the wall 或者是 stop the wall now cease fire 或者是 win the wall 那现在美国 採取了什么策略呢 就好像是最后一种 但我认为 是医院的 第一种 你drag on the wall 我觉得是 2022年到现在 都这样做 你提供一些 中型短程的 导弹给乌克兰 你知道 无助于 乌克兰赢俄罗斯 又不让他公道本土 又不让他使用长程导弹 今次 608亿 给乌克兰的方案 有ATACMS的长程弹道导弹 和F16战机 但要求乌克兰 你不可以飞到乌克兰境外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个地方 你会发觉到 你不能够 直中的要害 也怕牵起世界大战 这个就是 美国的想法 但 美国今次的想法就是 drag on the wall 可能去到 要stop的地方 这个最 我觉得是 三个方案里面 最坏的一件事 stop the wall ceasefire 的话 韩治无色庭 就是共和党 某些议员 包括川普想推的东西 那这种做法 有的合理性 盡力结束 对俄罗斯的对类 能够抽身来对付中国 第三就是 win the wall win the wall 你要给沃南有关的武器 第一 怕它乱用 第二 怕它赢了之后 keep着那些武器 对付自己回头 那么很多地方 美国也都很投鼠忌器 那变了这个地方 一直犹疑不决 win the wall 或者stop the wall 两个我都支持 就是我不是说 你一定stop the wall 你要win the wall if you can win the wall swiftly just do it 你可以很快地 赢到这场战争的 尽快去做 但是2022年到现在 超过两年时间了 美国做些什么 不断烧钱 不断烧人 不是烧自己人 湖南有多少人 不断在交易机上被震亡 被杀死 是不是 这个情况也都相当严重 那你说不要说人动危机了 战争是要死人的了 说到这么冷血无情了 那你都要说钱 你人又不认 钱又不认 那你情报 时间 资源 地缘战略 为什么全世界对付第二大的专制独守 不对付中共 全世界都狂制裁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 我再从中笑 你裁什么裁我 你有本事就挑衅我 用这个方式来这样做 所以变成我们主刺不分 什么叫罪坏与刺坏不分 我不是帮普丁说话 我只是说你要搞清楚 在美国、台湾、日本、菲律宾 甚至河国 看到欧洲、英国各地 自由世界的情况 最大的对手是谁 你说什么是中国 还是俄罗斯 你说清楚一件事 那当然是中国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不断 和俄罗斯作对呢 那这件事是谁得利呢 这是很基本的数学 你不用解释这些东西 是基本的原则 你说给我知道 为什么 那你今时今日 是不是应该要 stop the war or to win the war against Russia swiftly 如果你不是win 那你说怎么做 那我看回近日交战的情况 苦战很多 这场战争 似乎 美国是很想尽快结束 才会给长程弹道导弹 和F-16战机给你 但 沃兰不滞 帮有没有到位 你给一大堆钱 给一大堆的武器给他 给一大堆的情报支援给他 是不是帮到位呢 你又不让他加入北约 你又不让他做一大堆的东西 他甚至不是欧盟国家之一 那我问你了 他是怎么去做到跟你一起的东西 你究竟 你要把它放在铁幕以内 还是铁幕以外呢 这个要有一个清晰的说法 如果采取一种非常祸兴的战略 模糊的手段 我想这件事 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我的研判 但 我都说过 第一次 布林肯再说多次 他是想 尽快结束战争 所以他对中国是很凶狠的 OK 他想尽快 通过支援沃兰去结束这场战争 但 你问我 我不是很看好的 OK 即是看好的结束到 尽快结束到这场战争 第二件事就是说 美国的民意抗中的很逼切 刚刚说的77% 亦都是支持 认为这个 中国是一个 美国最大的敌国 那无论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会利用这件事去竞选 我认为这个影响到美国大选 所以大家 一定说就凶狠 做就什么呢 自己想想 第三 就是说 谁有求于谁 即是谁有求于谁 现在不是美国有求于中国 美国只是想中国 这个关系维持这个情况 画定底线 画定护兰 画定红线 你不可以如与类似 That's it 如果你再做的话 我分分钟要对付你了 用一种叫做 全教士的方式 就是来做我做事 我经常觉得 这个美式的幻想 就是 American imagination 美式的幻想就是说 是一种 目让人的道意教化 爱的教育 以及预防外交的方式 以及一个叫做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就叫做美式危机管理哲学 就是竞争 但是不会导致灾难 这种做法 其实基神教 和尼克逊 已经有这种 这种做法 其实 你问我 是很教的 教条的 Dogmatic的 也都相当 你问我 很childish的 很幼稚的 尤其是对付一些 那些狮子老虎 尤其觉得是 胶和幼稚 那这种幼稚病 那你会对付 那些什么 耶文 对付 敘利亚 伊朗 你或者可以这样做 但对于中国共产党 可以这样做吗 这种基本上不行 你的对手 完全不同的性质 不能够相提并论 那在现在的前提下 就是 谁有求于谁 很清楚 是中国共产党 有求于美国 多于美国有求于中国 所以中国应该采取主动 但共产党一直不采取主动 是因为他一直策略上都是这样 他越急的话 他越办不急 他越觉得自己有问题 他就说你有问题 OK 中国要的 缓和关系 取得共识 拿钱 外资 给形象 使得自己 政变和民变的风险减低 而不是 遵守美国 确定底线 美国的目的 就是确定底线 不是想和中国 共产党有任何的 緩和 和取得任何共识 所以 这个情况 两个地方 似乎有见面 似乎有说话 似乎有握手 但实际上 好像在平行线上 两个平行时空 做不到任何的 新的突破 而可以肯定 彼此之下关系 会更加 这个叫做 僵化冷藏 中国 如果这样搞下去 经济不断地做法 西朝鲜化 北韩化 是极度有可能的 第四 美国这种 巡巡善有 这种叫做 牧羊人精神的做法 可以这样说 搞到 结果就是说 言者津津 听者妙妙 或定户难 希望 这个关系继续能够搞下去 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 这种做法 结果就是淪为一种 表面上空狠 实质上虚净的一种 一种 很奇怪的一种 做法 这种做法 其实我不是很支持的 我认为要做的话 一定要 表里如一 向中国共产的心脏 刺去 刺去 刺向他们的心脏 五样东西就是说 盟友关系 那美国近几年 和很多盟友关系 都一直维持得很好 我想这一点 韩美日美非 和台湾的关系 和欧洲英国的关系 会继续巩固 形成一个包围圈 最后第六点 就是说 冷战的架局 基本上 新冷战架局 会继续加强 你不要说冷战没有开始 我也不相信 冷战已经开始 而且会继续加强 铁幕内和铁幕外 冰火两重天 香港就在中国的铁幕之内 结果是什么呢 当然是相当惨 那台湾就是铁幕外 那个铁幕就是 东海、台海、南海 都会划一条线 那台湾就是铁幕外 我们要坚持在铁幕外 和自由世界民主国家 站在一起 同时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 和实力的提升的 那么 最后讲一个点 就是蓬佩奥 美国前国务卿 有个新书 《胡亦录》的中文版 终于出版了 那它4月27号 就是这本书 已经去年年初 有这个memoir 就是这个 它有《胡亦录》了 就是绝不退让 《为我爱的美国而战》 的中文版 终于出版 那它也讲到 习近平这个独裁者 是从来不久言笑 也都是死气沉沉的眼神 阴沉的共产主义者 那么 讲话相当空洞 犹如所有苏联和前东欧的领导 的独裁者一样 那么 讲话是无铃两可 选择的用语 不必是这样 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它怎么写 那个死气沉沉的眼神 dead eyed dead eyed 那么它就说 中共永远比不上美国伟大 就是它说这句话 非常发言心诚 中共永远比不上美国伟大 就是 你要说你自己伟大 光明正确 其实最后 你永远比不上美国伟大 为什么 你看回很多客观的都知道 美国不是 所有东西都对 我都不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对 但是美国所创立的这个 独立 自由 民主 民主 法治 尊重人权 地方分权 三权分立 而且互相制衡的制度 基本上已经是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这个英美的传统是很重要的 看回我们世界历史 民主自由历史 真正的民主的传统 不是来自于法国大革命 不是来自于法国德国这些国家 真正的民主传统 是英美两个国家 能够将古典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精神 发挥到这么好 而都将这些精神 推动到制度上的改革 但中国共产党 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永远都是用一种非常卑污的手段 去处理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分析 希望大家明白 下一节我们再讲其他议题